现在开始这个牛粪呢 开始装到这个种植槽里面 然后这次还准备用牛粪 作为栽培集枝来种植 这都是已经填上去了 先填了一半 待一会儿呢 还要再去填另外一半 因为现在这个牛粪呢 没有充分的去晒干 还有臭味儿 没办法了 因为这个番茄表啊 已经该栽了 等不及了 只能强行的去处理了 这个味儿臭不臭 一会儿 你会臭不 晚上别吃不着肚肉饭了啊 你看这个园区 它这个棚啊 是很简单的那种简易的小拱棚 然后有很多朋友都说啊 你看我是什么什么样的棚 适不适合无土栽培啊 实际上无土栽培 对棚这个要求没有啥标准的啊 因为你这个棚是不同类型 是保温效果是不同的 对无土栽培没有任何一个区别啊 再一个像刚才我们这个牛粪 因为来不及晒干了 所以说呢要进行处理 明天呢第一件事呢 先要用水大水去冲 把粪里面的一些杂质啊 要再冲掉 然后哪一个第二遍呢 要进行哪一个用新柳林 去把里面的一些小虫子啊 杀掉 新柳林是一个高效低毒的农药 然后第三次呢 再加上一些那个杀菌的 把里面的病菌再来处理掉 通过这样的处理的情况下 这个 嗯 虽然说没有经过晒干吧 这个牛粪 但是栽种这个问题不大啊 问题不大 因为牛粪属于一个冷性的肥料 它是不会去烧苗的 我们如果经常用牛粪 你会发现 牛粪里面草子特别多 你想想草子它都是烧不死的情况下 那么 牛粪的话 村林问题也不是很大 所以说这个大家不用去担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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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